小灰 今天我要挑战什么呀 来 今天挑战解压暗热 暗热怎么挑战呀 这不是解压用的吗 错 其实它有隐藏功能 就是可以当作思维体来玩 非常考验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啊 那是要怎么玩的呀 玩法非常简单 首先你可以任意选择一处按下 一次最少按一个 最多按三个 谁按到最后谁输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我挑战谁呀 我呀 我可是下棋高手 人生外号大聪明 从学下棋就没有被人打败过 我们五局三胜 如果你能赢我三盘 我就送你龙珠一笔 如果你输了 你就要送我一个超大招待球 好 来吧 我是不会输的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怎么老是按我这边的呀 快点啊 还等一下了 快点啊 我怎么感觉 算了 赌一把 输了 我怎么可能没输啊 我知道 肯定是水先按水赢 下一盘我来先按 好 下一把就让你先按 让你输的心服可服 进行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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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 看点啊 这个怎么又和上次一样的 呃 快点 你又输了 怎么又输了呀 不对 我感觉你这个棋盘有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啊 你这都不是规则的 你给我画一个规则一点的 好 那就画一个棋盘 这个可以吧 这个还行 那你用它了 好 那我就让你再输一盘 嗯 等一下 你再思考思考 我明白了 来吧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怎么搞的 怎么样 我赢了吧 你这是侥幸 不不再来 来 这边让你下 什么让我下 本来就该我下 怎么样 我又赢了吧 怎么回事 这会怎么进步这套块 我已经知道它的变形秘诀了 等会告诉大家哈 我不相信 还有最后一盘 肯定不让你赢 来吧 来咯 按你这样 按哪边呢 无所谓 我按一个 我也按三个 我也 我 我 可你按了 让我想一下 我 我按两个 我也按两个 啊 为什么呀 又输了 怎么样 百战百胜 下面我就来帮这个毕生的方法 告诉大家 其实方法很简单 因为只要在按的过程中 使对手再到手第二个回合 剩余五个气泡的话 就可以做到百分百获胜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对手按下去一个 那我们就可以按下去三个 最后留一个给对手 那如果对手按下去两个 那我们也按两个 最后还是留一个给对手 如果对手按下去三个 那我们可以按一个 最后还是留一个给对手 按照这个方法 只要我们在第一回合 先按下三个 后面根据对手所按下去的数量 按下去对手相加为四个气泡 就能保证再到手第二个回合 让对手剩余五个了 如果是对手先按 那第二回合 我们按下去的数量 和他的数量加起来是单数就行 怎么样 非常简单吧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吧 恭喜你获得笼珠一颗 我现在已经五颗笼珠了 流测起来的